所以心与不失了解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福报 有财富 有智慧 有健康长寿 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修什么样的因 得什么样的果报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无助 无助要从哪里看齐 无助要把试图世界一切法 先要看淡 从这个地方下手 不要太认真 主要知道太认真了 就是执着 我们明了佛法自识之中 破执着而已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一执着就错了 但是执着是毛病是习气 要时时刻刻提高进居力 华言里面讲得好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向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争得 妄想 累积发展就变成了所知障 执着发展就变成了烦恼 烦恼从哪里来的 执着来的 所知障从哪里来的 妄想来的 这两种都障碍自信 障碍自信的智慧 障碍自信的功德 障碍自信的本能 亏吃罢了 诸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 诸位要晓得到此为止 他只能把这个四十真相说出来 把他自己破迷开悟修行正果的经验方法 提供给我们做参考而已 剩下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了 他帮不上忙啊 千万不要以为 我要依靠佛菩萨 娘来佛菩萨 他会保佑我 你去念念楠言经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能不能保佑我呢 要靠自己 欧南原先打妄想 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大堂哥 因为你们要苦修 不修不能成就 我没有关系 将来我的大堂哥很喜欢我 他就会把禅定 般若就会给我了 到遭了难之后才晓得 绑不上忙 才知道绑不上忙 所以这是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佛菩萨保佑我们 加持我们 是什么 尽叫 我们从这个里头 就找出路 怎样才能得到佛菩萨 加持呢 以教奉献 你就得到了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就老老实实 照做 佛教给我们 哪些不能做 我们就决定不做 有好处 没有坏处 千言万语 苦口婆心 劝我们 放下妄想分别之主 我们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的原因呢 对于四十真相 没有了解 以为 甚是真的 因为 现前这个境界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 看法 总而言之 就叫他做妄想 所以佛告诉我们 真一相 凡所有相 解释希望 如果你在一切四项里 对人 对私 对我 心里面有迷惑的时候 或者有厉害冲突的时候 有所成会的时候 你想象 佛这两句话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多念几句 你的心 就平静 波浪 就压平了 真的是虚妄 确确实实 不存在 金刚经 后半部讲 诸法 解空 因果 不空 诸法 解空 就是虚妄 不是实在的 没有这个因 哪来的国 因此 我们对于 齐心动念 除世 待人 解物 怎么能不谨慎 觉悟的人 唯因 有道理 任何一个人 对我不好 我不会介意 我很欢喜 接受 我修善因 我修静因 我底下的国不好 别人得罪我 我要齐心动念 要报复他 那个麻烦大了 你要晓得 这个 这种报复 越报越残酷 那个罪业 越造越重 最后 两个一同 多阿比地医院 害自己 也害别人 觉悟的人 不害自己 不害别人 你无论用什么手段 对我 我知道 是我过去 大概是用这些手段 对待你 你今天对我 咱们仗就从此地接了 了了 没事了 你看 心开一截 这多欢喜 刚才讲了 没有吃亏的 没有占便宜的 就解开了 我成福 我头一个度你 金刚经商 有一段 公案 隔离王 各接身体 隔离 是繁育 翻成中国 也是 残酷 无道 那个王 是个过王 要连起来讲 就是我们中国人 讲 暴君 这个修行人 这个修行人 在深山里面修道 这无缘无故 遭他 临时处死 这个修道的人 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他发了个愿 决定没有这个一点怨恨心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度你 释迦摩尼佛成佛了 第一个度你 乔成如尊者 乔成如 前身就是格力王 佛讲话 这些 没有怨恨心 而且还第一个来度你 为什么度你呢 报恩 诸不想想 有什么恩 他在灵时处死 有什么恩 成就菩萨 忍辱波罗尼 所以人家 从这个角度就看 你帮助我 试验试验 我的忍辱 有没有成功 别人看到 这个多残酷 受极大的伤害 可是菩萨觉得 他对我极大的恩德 成就圆满 忍辱波罗尼 他忍辱波罗尼 到这圆满了 这个恩德 都大了 由此可知 是非善无 没有标准 在一念之间 一念即物 他念头一转 是即善 善无 哪有标准 哪有界限 这才入了大乘佛法 叫不二发门 什么不二 善无不二 邪正不二 是非不二 极高的智慧 没有高的智慧 你这个念头 怎么能转得过来 活宽像是希望 我的身像是希望 你各级是希望 虚望跟虚望 他没有痛苦 我们今天受了一点伤 为什么叫痛 因为这个身是自己 执着身是自己 就痛 如果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 你受了伤害 谁痛 没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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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想分别执着 你有受啊 这不凡没有受 苦乐 游戏 时 都放下 都放下了 叫正受 正受 在佛学名词里面 叫三昧 三昧叫正受 正常的享受 我们反复没有正受 佛这个题目出了 出出来了 凡所有相 解释虚望 我们如何把这个题目 证实 在我们生活当中 境界当中 证明 佛讲这个话 没错 我们就入境界 现在我们听佛在经上这样说 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证实 所以不得受用 证实之后 你就得大受用了 接着佛又说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这个如来是 如来是 真如本性 也就是禅宗里面讲 明心见心 怎样才明心见心呢 就是 凡所有相 见识虚望 你证实了 就是明心见心 那么怎么晓得 我有没有证实呢 金刚经就是标准 所以 五五组以后 宗门里面 用金刚经做印证 印证就是 做一个标准 你所达到的境界 跟金刚经对照一下 完全符合 那就对了 你就明心见心了 如果跟金刚经里面 所说的 理论境界不相应 那么你达到的境界 不是佛菩萨的境界 用它来做证明 这个几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 无论修学 哪一个宗派 无论修学 哪一个发门 常常记载心事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念佛 这句佛号 为什么念不好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你用金刚经这些 开始的时候 都能帮助你 找到正确的答案 理明白了 心就安了 我们常讲了 心安理得了 心为什么安呢 道理明白了 心就安了 心安的心 不讨忘想了 不再分别了 不再执着了 心就安了 还有稍稍的 妄想分别执着 你的心没安 最怕的 就是怕 没有安 以为是安 那个麻烦就要大 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一样 这个人生了病 自己知道哪里有病 好啊 他会找大夫 会去治疗 最怕的是 生病 不知道自己有病 这个就非常可怕 因为你有病 不知道 不会去治疗 他 那就对治 这个病急久了 再一发作了 没命 没法子救了 这是智慧 知道毛病是智慧 我们佛门里面常常叫开悟 大家听到开悟都很炫 好像很稀奇 其实开悟是极其平常的话了 什么叫开悟 知道自己毛病叫开悟了 把毛病改正过来叫修行 修是修正的 行是错误的行为 我们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说法 错误的做法 把它修正过来 那叫修行 大家必须要知道 不是每天敲周墨鱼念着经 口里喊着阿弥陀佛叫修行 不是啊 那是样子 不是真修 真修是要改正自己错误的心心 要懂这个道理 如果说口念弥陀 心里面还是是非人果贪嗔痴吗 古德讲过 寒破喉咙也枉然啊 那是讲的 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寒破喉咙也枉然 那可不叫修行 不但 是否 要看待 要放下 不要去计较 不要去知足 佛法也不愧 佛法是好 佛法像药一样 药好啊 能够治人的病 可是你要想 你要吃错了药啊 不但不能治病 把你老命都送掉了 佛法 一复如是 佛法如果不切记 伤害你 发生毁灭 所以大致多论 华言经常 佛都说 佛法无人说 虽知莫能解 世间聪明智慧的人 能不能解佛法 不解 前面我讲的话 你要是听懂了 记住了 我说这一句话 你就明了 为什么世间人不解呢 世间人没有离开心意识 没有离开思维 想象 这就不能解佛的真实意 因为佛所说的一切经 是从真心 本性 没有通过思考 溜出来 阴落到意识里面 完全就错了 所以不仅仅呢 参禅 立心意识 学教也要立心意识 怎么个立心意识法呢 心是阿赖也识 意识 莫那识 实是指的第六意识 它的作用 你要想的 第六意识 分别 作用是分别 莫那识的作用是执着 阿赖也的作用是落印象 立心意识 不分别 不用意识 不执着 不用莫那 不落印象 不落阿赖也识 这样才能够大开圆节 那参禅才能够大吃大污 所以佛在这个境上 特别 教给我们 知我说法如法御之 法上印时 好款非法了 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 就像那个过渡一样 过渡 用个住法了 现在是看不到了 没有这个了 中国大陆 落后的地方 还可以进来 那个法是用竹子编的 也有用木头编的 过渡 过去之后就不要了 到达彼岸了 不要了 佛这个比喻 是在阿含经里头常说的 那么今天在金刚般若里头 又用这一句话来说 主要晓得意思 小陈里面讲 过来活不要了 不再执着了 大陈法的 你正在法上 也不执着他 这个意思 比小陈经上讲的意思 要深得多了 如果你懂得这个意思 大陈佛法的精神 你就能掌握到了 这是什么 空有两边不住 空有两边同时 那这真得大自在了 所以波若经上讲的 立像极像是同时的 你看前面不是说过了 因无所度立像 二性不失极像 我又离开 我们日常生活行为 生活过得更美好 工作做得更积极 他不是消极的 更积极 以前我们工作生活 为自己 现在我们工作生活 为一切众生 为社会 为众生造福 那个心量不一样了 为自己做麻糊的 无所谓 为大家做不做好 对不起人啊 你看那个心变了 虽然尽心尽力去做 不住相 一无所住 心里都若无其事 这也叫做大慈大悲 没有任何条件 这是大乘佛法的精神 大乘佛法的纲要法 确确实实 其如离世无碍 似世无碍的经济 法上印学活宽非法 我们佛法要不要了 要啊 就在就学当中就学 就不知足 你才懂得这个意思 不要听到这个 哎呦 法上印象 好了 佛法世界法 我统统就丢掉了 什么都不干了 那你就错觉如来 真是意 佛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变成消极了 变成不负责任了 社父 四众同修 四众是一架了 四众没有分彼此 四众我们的责任是相同的 没有高下的 诸位同修 一定要记住 民国处理 江苏镇江 金山寺 出了一位 妙善 法司 人家称他做金山和佛了 这真有这个人 乐观法司跟妙善的时候很熟 他们在一起住过 曾经三度在一起住过 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两个多月 所以对于妙善法司很熟悉 骆老写的那个 金山和佛神一路 那个口靠性 是真的 这一位 大德 心地清净平等 他说他跟别人不一样的 有一点像激公和佛 人很潇洒 很随便 对 一年到头就穿一件衣服 一身从来不洗澡 一身都没洗过澡 夏天一件衣服 冬天还是这件衣服 他冬天不冷 夏天不冷 吃东西很随便 人家给他什么就吃什么 多少也没有一定 有一天的时候 有一些同修在家里是请他吃饭 每一个人盛了一碗饭 来供养师父 师父吃了 他就换洗 那个人又盛了一碗 一次吃了十八碗 旁边还有人就说 不行啊 师父吃太多了 我还堆这么多的一大堆了 他一点都不在乎 洛洛就看到就慌了 你吃这么多 怎么得了 怎么能受得了 他在旁边悄悄唠唠 他说你知不知道 一节是多多节是一 怎么讲法 我听不懂 任何在家的这个信徒 见到他 跟他顶礼 他一定跪在地下还礼 从来没有说 坐在那里接受人家一败 没有 他都怕这些顶礼 最初乐观法师看到这个 很不高兴 好像这个 你这个出嫁人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乐观法师心里动这个念头 他知道 他过了两天 问乐观法师 你对我的这个行为有点不满意 他是平等性 他是亲近性 他不是装模作样 他是真意修行 但是完全不在形式上 形式上 你完全看不到 你看到他一天那晚 疯疯癫癫 他吃的东西很奇怪 人家掉在地下的东西 他最简单吃 供养他的草票 他马上把它吃掉 你吃了个草票 多少人摸了细菌还得了啊 他也没死 他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不接受人家供养 民国初年 我们佛教除了这个欺人 他念佛 劝人念佛 那么他在金山寺 他还有一个道场 就是南京旗下人 他就念一个道场 他不常住 每一年 道场打棋的时候 他会去 不打棋的时候 他不回去 打棋回去干什么呢 是送你啊 送菜啊 送上 他到外面去花园 花到好多供养道场 供养常住 所以常住也很喜欢 为什么 他帮助常住很多 可是平常 平常没有发挥的时候 他在哪里 不晓得 找不到 都是在居士家里的婚 今天到这个家里 明天到那个家里 他到那个居士家里 那个居士两三天前就晓得 怎么晓得 做梦他来了 一梦到他来了 决定一两天 他一定会到 所以我们要晓得 首先要整整一下功夫 表面上这些行事 是提醒自己 怕自己忘掉 最重要的早晚功夫 早阔就是提醒自己 晚阔是反省了 这样做早晚阔 有真实的功德 绝对不是早晨 把金周念给佛佛萨 听一遍 晚上又念给他听一遍 什么意思也不晓得 完全不能去依照奉行 就像小朋友 给父母面前背背书一样 早晨背了 我功课交代了 晚上又背一遍 我们要这样做早晚课 有罪过 没好处 尼速目标的佛佛佛萨 早晨骗他一次 晚上再骗他一次 晚上再骗他一次 你说你存的是什么心 还自以为有功德 自以为功课没有缺 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所以我们在佛堂做功课 看到佛像如同真佛 早晨念的这个金周 是提醒自己 我这一天要照这个去做 晚上做晚阔 反省 我这一天 有没有照佛佛萨 交代的 这才叫 刀末而哭 不是念给佛佛萨听的 诸位要晓得 是念给自己听的 警惕自己的 反省自己的 要知道 那么法 跟非法同时 没有先后 前面讲了 无助跟身心同时 那生什么心 大菩提心 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六度万恨之心 这里生这个心 就是常心不识 无助是不着想 所以他是同时的 不是分成两个阶段 你把它看成两阶 你就错了 那就不是佛所说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讲 如法欲诫 法上厌识 侯宽非法 这就是说明 佛法尚且不可以执着 为什么呢 因缘所塞 荡体借空也不可得 侯宽世界一切法 六道轮回 职者所生 这都是由因有果吗 因缘所生法吗 凡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当体借空 要不可得 这个意思 越往后面讲 越清楚越明白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